男人在家里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他发现刚刚还在房间玩耍的女儿竟突然不见了 他找遍房间的各个角落 可就是看不到女儿的身影 然而当他来到书房寻找时 竟发现书柜中间多出了一道门 约翰打开门一看 只见里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 可就在约翰进入密室后 里面却突然亮了起来 紧接着一条长十米的走廊就赫然出现在眼前 与此同时 安妮在密室的房间看到了一个女人 只见女人躺在浴缸里一动不动 听到女儿的叫声 约翰赶忙在密室里寻找 他猛地踹开密室的房门 结果却发现自己竟来到了一楼客厅 好在他及时在楼梯间找到了女儿 看到女儿平安无事 约翰这才松了口气 这栋别墅真的是太邪魔了 要赶紧离开才行 约翰给妻子打去了电话 他想让妻子回来接他和女儿 可妻子的电话始终没人接听 这时约翰忽然想到了商店老板 于是他又给商店老板打去了电话 他想从商店老板那里借一辆车子离开别墅 可老板听后却告诉约翰 他已经无法离开了 因为这栋别墅专门惩罚有罪的人 约翰不明白老板在说什么 既然老板不肯帮忙 那他只好徒步带着女儿离开 就在妇女两刚走出别墅时 屋内就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影 而此时的约翰并未察觉 就这样 他带着女儿朝小镇的方向走去 不知走了多久 前方终于有了亮光 约翰还以为到达了小镇 可当他走近一看 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和女儿竟然又走了回来 此时已经是深夜 没办法 为了女儿的安全 约翰打算先休息一晚明天再离开 走了一晚上的父女俩很快便睡了过去 然而没过多久 约翰就被一阵白光惊醒 这时卫生间突然响起了水流声 约翰好奇地起身查看 可就在他来到卫生间时 身后的门却突然关闭 一瞬间约翰便再次来到了密室 约翰壮着胆子在密室里四处查看 很快他就看到了一个灌满水的浴缸 还没等约翰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突然身后就冲出来一个怪物 让他哭 约翰拼命地挣扎 然而下一秒 怪物又凭空消失了 显然刚才是约翰的幻觉 容不得多想 约翰赶忙顺着楼梯向上跑去 可当他推开房门后 却发现自己竟又来到了书房 而坐在书桌前的正是自己 由于身处在不同的时空 对方根本看不到约翰 等对方离开房间后 约翰急忙翻开日记本 并写下赶紧离开的字样 随后他便一把推开房门 出来后约翰竟然又回到了 和妻子刚搬来的那天 约翰试图提醒 另一个时空的自己赶紧离开 可对方根本听不到 煞内间约翰再次来到密室 这是一个帽子男出现在他面前 只见帽子男缓缓摘下帽子 看到男人的样子 约翰顿时被吓傻了 帽子男竟然就是自己 约翰崩溃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为何会发生这一切 随着帽子男的消失 紧接着女儿就找了过来 约翰见状一把将女儿抱在怀里 他知道自己即将要和女儿分开 即使万般不舍 但他也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随后约翰抱着女儿走出了别墅 而与此同时 生气的妻子也开车赶了回来 约翰把女儿抱上了车 接着他就向妻子说出了一个秘密 原来当年自己的前妻 并不是意外身亡 户 Peygam人还不及时 穿了一副 户屏 莫合来的 我让她尝试 她看你 请她尝试 谁 试试 lui 自从前妻死后 约翰就倍感自责 虽然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但他的内心的罪恶始终无法抹去 最后约翰告别了妻子和女儿 自己一个人留在了这个审判罪恶的地方